是继凤凰城之后 在美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之后的一个必然结果 而且美国议员最感兴趣的 你知道人家说啥吗 他们拿着一本 是吧 七个被美国司法部和FBI和法院超限战的情况 人家说这是美国调查美国司法部门武器化的圣经 Bubble Bubble 这是调查美国被共产党渗透和司法部 执法部门武器化的超限战的Bubble 而且这些议员知道 只要想了解共产党 想干掉共产党 想消灭共产党在美国的渗透 只有一个组织 那就是新中国联邦 它不能跨国 它只有跟我们合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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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